每次來巴黎我都一定會花一點時間去 Affo Tower, I think it's a very beautiful place 我看今天天氣好,乘車都忍不住拍攝 不過司機好像以為我拍攝對面的老婆公 那麼遠,怎麼拍啊? 這次我選了在對面河的Gardens of Trocadero去欣賞它 不過你不要看我天氣這麼好 其實大風到嚇死人,等於凍到我牙都震了 所以真的受不了了 大風太冷了,我受不了這鐵塔了 在河邊去了這九小時 看見牌隊的Line這麼長,我當然馬上網買飛好過 你看這條隊,這樣,我打一整天的 我建議大家下載這個App,叫Get Your Guide 其實在歐洲很多Tour都可以在那裏訂,方便很多 奧塞博物館主要是收藏1848年到1914年的藝術品 包括雕塑、畫作 其實年期好像很短 但在這個時期,法國的城市規劃而引伸的藝術風格 都有翻天覆地的改變 不過我也是鍾情印象牌,所以我直上五樓 印象牌出現是因為當時的社會比較開放 即是有種活在當下,畫在當下的感覺 所以新派的畫家喜歡像蛇身一樣 就不畫那麼大幅了,快快取取完成 就將那一刻的時刻掌握起來 而且當時的鮮色顏料已經比較便宜 以及放在柱子上,比較適合攜帶 還有當時有一個偉大的發明,就是扁頭畫筆 令他們可以用不同的筆劑去畫畫 奧塞博物館的五樓裡有一大個館都是繁高的 也是最受歡迎,最逼人的 這個博物館真的有時間走 幸好裡面也有一間餐廳 我也坐下,喝了少許東西,吃了少許東西 我也坐下了,喝了東西,比我上去太累了 晚上我約了Sony吃晚餐 其實我都很念舊,真的每天每次來巴黎 除了Visip鐵頭外,都會吃法國菜 這間是他們的本店,所以所有的菜式都保持水準 我還要到Sony吃了不少東西 其實他平時的餐廳是很小,他吃了很少東西 被我弄得很飽啊 東西好吃才可以甜飽肚子 一般的那些就吃一兩口就算了 巴黎之類的片段應該真的出現了 我下次應該會九月多再去 到時再開live和拍片給大家看